大家好 我是EUG的郡部 我现在是在越南河内的火车站 我们现在要从越南河内坐火车到顺化市 然后是在10点22分出发的 然后去到那边是中午的12点 总共要坐差不多14小时的车 那现在在这里等一下 因为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够发车 第一次坐越南的火车 好 刚刚已经检票进来的 没有过安检的那一道程序 这个就是越南的火车 这里面是卧铺 它这个卧铺还可以 好像是一个四人间一样 四个人 一个小间 上下坡 那这边的就是座位了 这个座位有点像是巴士的座位 不动啊 空调很大 这里的空调非常大 上到了我们的座位了 现在列车已经开动了 但是这个开动的方向是反方向的 现在来看一下 越南的火车车厢里面的环境是怎样子的 哦 它这个座椅呢 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的一般的大巴 就是那种旅游大巴 的那个座位呢是一样的哦 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然后上面呢是放行李的 放行李的空间呢还是蛮高的 如果说背包呢非常厚呢也是没有关系的 刚刚我在进来的时候呢 还发现呢 这台火车呢 是有 卧铺的 它卧铺呢 又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一个房间里面 四张床 然后另外一种呢是 一个房间里面呢是有六张床的 所以呢它也是分等级的 然后我们坐的车厢呢是座位的 现在呢里面的气门是21度 外面的气门呢是29度 现在时速呢是29公里 因为火车呢刚刚开动哦 现在还不是很快 刚刚呢列车员呢还发了一张老坦过来 现在呢要在火车上面呢 睡一觉 要睡14个小时哦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火车站啊 叫做Gardong Hoid 他们的火车站呢非常简单哦 这是一个小站 即将要到达顺化了哦 然后现在这边看到的这条江呢是叫做香江 几分钟就可以到站了 到站了哇天气好热 哇天气马上马上热一倍哦 这边一向火车呢像是一个火炉一样 感觉我走不了几个月 哇它这个火车站里面呢还有很多店铺的哦 哇好热 这么热怎么办 哇好热啊 比河内那边呢天气热太多了 不是一般的热这里 这里呢就是顺化的火车站哦 给大家看一下全景 这个站呢是一个很小的火车站哦 它的越南语呢叫做会 会嘎会 还在这个顺化火车站呢就是购买了后天到县港的火车票哦 那现在呢准备坐第一次呢去我们订的旅馆哦 那这边呢就是顺化的火车站 今天呢在顺化的天气呢 气温起码有37度哦 哇一出来呢这个气温明显非常高 像火炉一样 那现在呢是坐着地式呢 去往我们订好的旅馆那里哦 这里过去呢是有3公里 在这边呢还看到一个炮台哦 香江边这里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里呢经过一个古城哦 不知道是不是紫禁城哦 对 因为呢 过来顺化呢 紫禁城呢也是我们要游玩的景点之一哦 刚刚呢找到Amazing House 就是我们订的旅馆 哇这里天气太热了 热到你无法相信了 Amazing House 应该就是从这里进去啦 要脱鞋子 这很烫的原因 哦 嗯 这里的房间呢非常好 但我们不一定是这个房间 楼梯 古董 唱鸡 这家客栈的老板呢还准备了一杯冰炒 冰的茉莉花茶 还有呢本地的local food 本地的食物 这个呢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想尝一下 这个好吃 是吗 我妈妈妈做的 我妈妈做的 哦 这个很美味 这个是做的 肉丝 and there's some onion onion ok 味道相当的棒哦 是这家客栈老板的妈妈做的 现在上来这家客栈的二楼了 来看一下它这个卫浴是公用的 有两间厕所 然后应该说是三间 然后两间是厕所 一间是独立的冲凉房 当然在两个厕所里面也是可以冲凉的 然后这边是露天的阳台 还有洗手盆 这边也有一个洗手盆 然后这个是公共的大厅 这里还有一个类似小天井一样的 可以直通到下方的 这房子非常的可爱设计的 然后现在进入我的房间来看一下 它这个房间是这样子的 一部空调是所有人公用的 然后我们的房间就是这间 然后它是需要去用外面的公共的卫浴的 但是房间是独立的 它一台空调要带动多少个房间 一二三四 一二三六 总共是有六个房间 一个晚上是九十块钱人民币 现在是在越南顺化的街头 因为天气太热了 买一杯甘蔗汁 它炸这个甘蔗需要炸两轮的 炸三次了 刚刚我们点了两份快餐 然后在这边呢 这里的老板呢 就是完全都不会英语 然后只能说是用肢体语言来点的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是那个米粉 对啊 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怎么做 加了些配料完全无法沟通 然后呢 就只能匕首画脚这样出去点 最后呢我们为他多少钱呢 他就直接拿出他们的钱来给我们看 这个呢是两万越南炖一碗 有虾 有肉卷 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肉 估计应该是猪肉 然后还有这个类似芝麻饼吧 然后呢还有一大碗菜咯 就是里面有豆芽 还有香菜啊之类的 还有呢他们这里的鸩鸩蛋呢 是免费可以吃的 还有辣椒 对还有他们自己腌制的辣椒 鲜鲜的鸩蛋 味道还可以 然后呢上面是鸩鸩蛋 没有烂掉的哦 还有这一块肉卷呢 我比较想进去哦 它这一块肉卷的味道呢 跟国内什么一样那个 看起来一样 味道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味道会更好一点 真的 比起 就算是比起我们广东客家当面的肉卷呢 也依然是它这个肉卷的味道好一点 因为其他虾肉啊都是一样的嘛 是吧 那这个肉卷的做法呢 各地呢 那这个味道呢 有些看一样的 有些看一样的 现在呢再谈一下这个芝麻饼啊 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零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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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应该是米粉炸出来的 不是面粉 不是面粉 嗯 嗯 直到馋炒 咱们有一句菜呢 叫不上名字 嗯 味道呢 就会加成薄荷 这种吃法呢 还是特别的 还有一杯干脆汁 OK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越南策划的第一个米粉 我是芝麻饼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